2019年12月31日晚 三亚南山寺僧众 与来自海南岛内外的民众游客 以壮中迎新年的传统习俗 敲响了中国最南端的108响吉祥钟声 大家一起跨年迎新 告别了2019年 迎来了崭新的2020年 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有一种感觉就是 首先一点就是大家一起齐聚在这里 然后是一种欢乐 这种活动呢 然后给我们带来了 是一种非常非常祥和的感觉 然后人的一种来年的一种期望 其实像我们这个80后的 很多人的画年都会去演唱会 或者是那个个别的一些画年演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画年是不一样的 现场千余盏辣灯由大家点亮 并摆出祈福2020国泰民安字样 寄予新年 新年到来 大家畅谈起自己心中的新愿望 对于我来说就是家人的平安和健康 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年来祈福就是这样子 就希望家人是平安健康的 新的2020年 初年 家里 到人平安 或者是 所有朋友 认识我的 他们都每一天都快乐 首先一点 从大的方向讲 希望国泰民安 然后希望我们小家幸福安康 然后希望家人 和和美美 平平安安 据了解 三亚南山寺 新年祈福壮钟活动 自1999年开始 连续举办了20年 敲响108响钟声 寓意去除人生诸多烦恼 祈求新年到来 平平安安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